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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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色微妙法 百切万劫难遭遇 我尽见闻得受止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好各位部下晚上好 阿弥陀佛 那我们进入了人间佛教的系列 有关于戒定会了 那当然讲到受戒 想到慈戒 很多人都有一点恐惧 我们也知道戒本身 其实它不是一个耶稣 我也曾经讲过了 它并不是一个耶稣 它只是让我们懂得纪律 我们自立 所以你看很多时候讲到戒 其实戒基本的精神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众善奉行 诸恶末座罢了 只要你做到众善奉行 诸恶末座 你的戒体 你的戒的精神 就已经达到非常好的标了 为什么 因为当你想到众善奉行 诸恶末座 你肯定是不会透有你的身口意 去造作一些恶业 一点点而已 我们都不会造 所以戒的基本精神 就是这八个字罢了 所以你懂得说 我怕了 我不敢去受戒 讲来讲 受戒确实很容易 但是其实受戒并不容易 所以如果能够守得很严厉的戒 我们受很容易去做一个仪式 如果你真的要守这个戒 是有一点点的难度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 因为五戒 我们去受了戒 我们很难 不能这样 不难这样 这样不能 那样不能 所以你就怕犯戒 你当一样怕犯戒的时候 你说我不要受戒了 不过基本上的话 你只要做到我们的基本精神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在受戒的时候 我们没有受戒的意思 都要持戒 这是肯定的 那整个持戒 就像我们有烦恼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对峙烦恼 我们一定要有理智的心 我们一定要有智慧的 才能够对峙烦恼 所以对峙烦恼也有智慧 对峙我们没有理智 要调伏 没有理智是调伏不了烦恼 同样的 同样的 持戒也要有智慧的 那为什么说戒律 在整个佛门修学的道路上 人格式的一个改变 生命的改变是非常重要呢 因为如果你没有持戒的话 他根本上不能让你去调伏你自己本身所犯的任何行为上的所作所为 如果你有戒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的智慧起来 我们就会觉得说很多时候遇到什么事情的话 我们就成就这个定了 就是你具有智慧 那个戒就帮助你的定了 那你的定一起来的话 很自然 你的定就会成就你的智慧了 所以你看它是相连观的 如果说你没有戒律的话 你什么都触犯着你自己的群绪 用你的情绪在做任何一件事情 讲了一种话的话 你是很没有智慧 你没有手戒 你出口 赞人便宜 骂人 恶口 或者杀倒影 这都是嘴巴行为 身口一座 但是如果 你有这个戒的话 你很适合 一道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定下来 那一定的时候 你整个过程 你在这个情绪的动乱的过程之中 这个定已经减低了你的 这个情绪上的动乱 它就变成智慧就出来了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你懂得从基本功先做起的话 那当然很多事情 你的人生你天天 都是在一个安住和发洗的 这个态度和这个心性之中去成长的 但是记得 在我们这个戒的话 直接的当下 我们不是拿我们的眼睛去看人家犯戒 不要看人家犯戒 那又犯戒了 他又犯戒了 别人跟你没关系的 你一定要借力是对我们自己 是往我们内在 我们内观我们自己 我们到底这样讲话 这样的动作 这身口易业 到底有没有做出一点点的错误吗 是往我们内涵 内观 而不是往别人去看 很多时候 所以我们总是嘴巴会往外看 你看他又放戒 他又这样 他又那样 为什么你不往你自己内看呢 所以你看当我们懂得怎样的去持戒 然后在持戒当的都是往内看的话 我们自然而然我们的生命线 而人格就慢慢的提升了 因为这个戒 它身定 定身会 它自然能够改变我们的佛性 我们的自性 它能够改变我们的这个 如来本性 外围的那个无明性 因为我们的真如本性 是不生不灭 是清净的 它是因为这个无明 所以当你改变了这个人格性的话 你这个自性的以外 我们佛性以外的无明 贪争之慢 你所有的恶习气 都慢慢慢慢慢慢的被清除 那么当你这个如来本性的外层被清除的时候 它爆发式的就是说光芒的 照耀的 那个真实的如来本性 就慢慢慢慢的增长出来 当你这样增长出来 最利益的就是你自己了 你的心灵就是清净的 心境中带发喜 才充满着能量 而这个能量 它就会慢慢慢慢的扩大 那别人看到你 你就是那么开心 别人看到你就生起欢喜 生起舒服的感觉 你觉得这是不是度人的条件 所以在戒律方面的话 在佛们的每一个教育的话 它是充足的让我们 培育起我们最善的人格心 让我们更能够 以我们自己为榜样 而来度众生 所以戒不是一件难事 只要去理解它 接下来的课题 我们就更深层的去 把这个戒的那个内容 扩大扩大 使到你们明白 其实戒不是一个真实的耶稣 而是一个体现出我们人格性增长的一个条件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来 Dr 谢谢老师的开始 师兄佛有没有晚上吉祥 我相信平台上有90%的师兄都已经归于三宝了吧 其实我们归于三宝呢 我们已经是在归的时候呢 我们有念了三句 记者 其实三宝 这归于三宝的三字记者里面呢 其实已经是开始受 所谓的受戒了 我们会念归于佛境 进行受 终身不归于天魔外道 归于佛啊 佛是日节节他 觉性严满的吧 我们归于了 这个至高无上的佛 我们就不归于其他的天魔外道 这个好像是一个戒吧 就叫我们不要再相信别的天魔外道了 归于法境呢 进行受 我们也不归于外道邪说 这边所谓的外道呢 可以说 在佛法以外的道 或者甚至说 在佛门以外 还没有进来我们这个菩萨道 假如 讲的 这是外道 讲的是 跟我们佛法 这是正法 违反的 我们就叫邪说 我们归于了这个正法 我们就不再归于这个 外道邪说 所以他别提一个邪说 归于身境 进行受 我们终不归于外道途中 我们归于了身 身保 因为我们知道 圣人是把这个正法 在这个世间传下来的 所以我们是要归于这些 把正法传给我们的圣人 我们就不归于外道那种途中了 所以你看 我们在归于的时候 即使我们没有吸收五戒 这三条 归于佛法称 其实也是一种 一个一种戒 佛陀 我们有分享过 佛陀 在开始的时候 他没有指这个戒 他呢 只是以四个句子来 一直提醒他的学生 就好像刚才老师有说的 他说 佛陀说 护口意清净 就是护我们的口 和我们的意清净 身行意清净 我们的行为就会清净了 尽此三行净 我们只要 让我们这个身口意 这个三要都很清净的话 我们就是在修行先人道 那时候佛陀没有自戒 他只是一直用这四个句子 来提醒他的学生 不要犯戒 不要行为要 要 要依法 就是这样子 OK 来我们在 今晚谁会帮我 share那个screen 会放声吗 还是人我已经上来了 我们上一轮提到了 人间佛教里面 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那个 戒的制定 因时至于 时开时者 既然佛陀到那个时候 在内盘之前 都已经有提出了 小小戒可舍 然后佛陀也有特别 在还没有内盘之前 他时常在 治这个戒的时候 他也说 在不同的地方 只要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 认为这个不是犯戒的话 虽然不是佛陀自己定的 佛陀说 就跟着那个地方的 风俗事情 来 可以做的 除了那种 真的是杀神的邪 谐音 这五个戒是 不可以犯的了 然后他说 就算不是他说的 也是要守 所以佛陀其实 圣经法师有说 我们这个戒律 其实是非常有弹性的 不是实时的 绑住我们的 所以我们上个星期 我们有分享了这个 吃戒 什么是怎样开着吃饭 不是每个戒都是死板板的 有的在特殊的情况 我们是可以有开戒 折戒的 然后 饭戒的层次 跟我们的那种 他的那种罪业的层次 轻重也是不一样的 来现在我们接下去 讲一讲 佛陀自戒的精神 自戒的精神 佛陀的本怀 讲一 佛陀的本怀 就是子恶行善 饶育有情 我们一提到佛教 总认为信仰佛教 必须受戒很不自由 其实 佛教的戒律 其根本精神 就是不侵犯 我们存着一个 佛陀自这个戒 就是我们不要侵犯别人 不侵犯而尊重别人 我们就能够自由了 所以你看五界中的 不杀身 就是对别人的生命 不侵犯 不偷盗 就是对别人的财产 不侵犯 不谐言就是对别人的身体 不侵犯 不妄疑呢 就是别人的名义 不侵犯 我们有时候 那个嘴巴很喜欢乱讲话 听到的 不是真实的 我们 尤其是我们 是非 很喜欢 有时候听是非 听到一半 就讲 哦 那个原来是这样的 会让我们 我们会让别人的名义受损 那个是不好的 我们站在别人的立场 假如别人是在这样传我们 讲我们的话 我们自己的名义也受损 所以这个不妄语 就是对别人的名义 不侵犯 不饮酒 就是对自己的理智不伤害 进而不侵犯别人 你看 不侵犯别人 就尊重别人 这我们自己和别人 都能够自由 大家都很自由 不用 不会受到侵犯 不会受到伤害 在佛教里 归一三宝是学佛的入门 学佛 圣言法师说 老师也是有提过 就好像我们要报名 去读书一样 你要得到一张文凭 你一定要报名 你没有报名 就算你读得怎么好 没有人发你一张文凭 也没有 你所写的东西 都不受认可的 不受承认的 所以去归一三宝呢 就真正的 我们是一个佛教徒 另外原因呢 我们归一三宝呢 就诚心的 就接受佛法 相信了佛 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的人 我们真的是 冥冥中 我们会得到这个 佛菩萨的加持的 受持戒律呢 是信仰的实践 就是你归 我们归一了三宝 我们就受戒 受戒就是 我们相信了佛 能够帮我们灭烦恼 我们就 相信了 跟着他的佛法 来实践 所以我们受的戒律 就是说 我们对我们的 所信仰的 这个佛教 是一种实践 实践就是实修的意思 实行 的意思 佛教徒归三宝以后 都应该 进一步 发心受戒 我们心一发 任何邪魔味道 都会遁形 就是说 那个邪魔味道 不会来侵犯我们的 因为戒 是一切善法的根本 能够受持清净戒 自然有大力量 大功德 只不过 我们对于戒的精神 应该要有 正知正见 这个比持戒 更为重要 只要我们 跟你们讲 持这个戒 持这个戒 你只是知道 但是你不了解 那个戒 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 去持这个戒 你只是 懵懵的 人家叫你持这个戒 你就持个戒 所以这边是说 我们对于戒的精神 我们要有正知正见 这个比你 持着那个戒 更为重要 这算你要了解 那个戒 以正知正见 去了解那个戒 你才持 你才持得 很自在 这个很重要 关于戒 有几个观念 我们必须要去理清的 就是破戒 与破戒 这个很重要 破戒 是违反戒法 是个人行为上的过失 我们可以忏悔 纠正 破戒 就是妙解 真理 就是你对真理 有了不对的见解 不对的看法 不对的 不去了解 不理解那个真理 就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妙解 就是荒妙的 见解 就理解这个真理 是我们根本思想上的一种错误 一个破戒的人 在见解上 无法再接受佛法真理 就是我们霸难中的 可以说的其中一个 那个四字辩充 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 去接受这个佛法的真理 就永远以佛到没有缘了 因此破戒可以忏悔 破戒不通忏悔 在圣言法师那边来说 这个我们造的业 有可悔和不可悔的 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 比较深入 每一条戒 他都有 你可以忏悔的 有的是不可以忏悔的 就算是 你真想要去忏悔 他还是 那个果报还是蛮重的 所以这个 他认为这个破戒 是不同忏悔的 所谓破戒 就是说 有人认为 受戒难免会犯戒 有的人认为 他的见解 我不要去受戒 因为我受戒 我难免会犯戒 不受戒呢 就不会有犯戒的担忧 我没有受戒啊 我做啊 没事的吗 因为我没有受戒嘛 但是事实上 我们受戒后 忠实我们犯戒 因为我们有惨愧心 我们懂得忏悔 罪过会比较小 还是有得度的机会 就我们练 我们把他们见过 我们有念到 世界上有两种的见额 一种呢 是不会犯错的人 这个是机会很少 另外一种是犯错 会惭愧忏悔的人 这个是可以得救的人 这两种人是 可以得度的 不受戒的人 犯了戒 不知忏悔 不懂得改过 自然罪过加重 只有沉沦在这个山土而倒 我们 皈依了 我们 受了戒 我们知道戒条是怎样 我们不要去犯 真的犯了 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忏悔 我们呢 就我们的罪也可以 重罪勤受 甚至可以真的脱离那个要受的果报 这个当然机会是比较低啦 我们实际上说 果报一定要受的 只有假如我们完全不受戒 你也不知道 你也说 哎呀我没有受戒犯了也不要紧的啦 那个只有永远沉沦在这个耳道里面 在佛教的戒律上 错误的思想见解 这个是思想见解 如生见 边见 邪见 见取见和接近取见 这个和大家 我们再温析一下 我们所说的根本烦恼 六个根本烦恼 就是贪嗔吃慢疑 贪嗔吃慢疑这五个 第六个是什么呢 第六个就是邪见 这个邪见里面呢 就分成五种啊 就是这个生见 边见 邪见 间取见和接近取见 这边五种 加这个贪嗔吃慢疑 就变成死死 死命的死 记得吗 也叫做五顿死和五力死的 这个贪嗔吃慢疑 是我们思想上的烦恼 这种错误的 这种思维 这个是一种习气的 很难断除的 所以我们叫它 叫顿死 这个五个见解呢 邪见呢 我们叫历死 因为假如我们的见解嘛 只是见解 有人我们遇到了三知识 帮我们解释了 我们接受了 我们这个邪见 很快就断掉 所以我们叫做历死 所以这个 假如我们听到 六个根本烦恼 就是贪嗔吃慢疑 加这个见 邪见 这个邪见有五个 这两个加起来就是死死 这一样的意思的 所以一个是见解上的错误 一个是思想上的错误 思想上的错不容易断 所以呢 假如你断了这个见 施 祸 你就真的阿罗汉到了 所以这个不容易断 所以你看 这五种 昧于因果的邪恶见解 都是烦恼的根源 你有邪见 你就是不相信因果 就是有邪见 你不相信因果 就是一个烦恼的根源 也就是藏道的根本 障碍我们这个 菩萨道的根本 所以一个修学佛法的人 首先我们要培养 正知正见 须知受了解 行为有了依存的标准 懂得自我耶稣 终有所犯 也能忏悔 因此解不可怕 有解才有和平 有解才安全 有解才有保障 你看我们在这个世间 就算我们没有学佛 法律 我们所谓的法律 是保护那些不犯罪的人 没有做错的人 就说你看 就算是你是一个好人 你要有个法律来保障 来保护我们的安全 假如世间上 每一个人都是受戒的话 都不犯法的话 这个法律是没有用的 所以你看受戒 是很重要 每个人都受戒 从自身开始平安 安全 知道你的家庭 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 整个世界都是平安的 我们现在看整个世界 除了天灾 人祸一大堆 就是什么呢 就是每个人 很多人都不能够守着 一直不要讲我们佛法这个五戒 道德 最基本的道德 都很难守 所以就 好人还需要法律来保护 OK 我们在这个佛教里面 最主要的戒 讲到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他总的来说 就只是所谓的持戒 只持一座持 我们看他的名称 持和阻止 阻止你去持的 和坐持 就是你要去做的 做是做 佛教的借力 不外 只持一座持 这两门 我们之前上一课讲的这个 替佛通计 记中 诸恶莫作 就是持 持戒 众善奉行 就是 做持戒 记得吗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至尽体义 是诸佛教 诸佛教我们的 就是这两个 对一些 一些 违法乱记的坏事 我们不去做 就是持戒 就是不该做的 我们不去做 我们就持 就是持戒 我们违反的 就是我们去做了 不该做的东西 叫做放戒 相对的 对一些 有利于人的善事 我们发心去做 就是持戒 看到善事 你要去做 你就是持戒 你逃避不做 你能做的 你又逃避不做 就是放戒 你们慢慢去捉摸 这两个 只持一做 持这两个意思 很简单的 不该做的 你去做 你就是犯了 该做的 你不去做 你也是犯了 OK 这是佛教 实践 菩萨道的修行者 应该把握的 戒的真正精神 这是我们佛教徒 应该有的 这一个 对于戒的 这种精神 因此 除了很消极的 执恶的 气 种别戒 身闻戒以外 就是说 这个你不可以做 这个你不可以做 那个你不可以做 就是很让我们 很消极的 整天这个不可以做 那个不可以做 消极执恶 我们佛教呢 其实还有 让我们 积极行善的 菩萨 三句 境界 不只是我们 这个不可以做 那个不可以做 佛都还要 你们要这个 这个要做 那个要做 所以我们佛教徒 不是消极的 我们是积极的 三句境界 你看我们在生活上 可以做什么呢 这个三句境界呢 是大臣菩萨界的代表 就是我们受菩萨界的话 就是要受这个三句境界 这个三句境界的 其实是从这个 五界里面分支出来的 分得比较细的 第一 设立于界 设立于界 就是界 这个其实你看了 就是界定会的 分不开的 设立于界 就是遵守佛教 制定制各种戒律 防止过恶 我们的立于吗 我们的威仪吗 我们要守 守得好 就是你不要去放解 第二 设善法界 就是 试验试见 一切善法 以修习诸善为界 就是刚才所说的 一切的善法 我们都要去做 你不做 就是犯解 第三 我们是上求佛道 教化众生 走大乘的 就设众生界 或者是另外一个 有叫做饶益 有情界 去发心教化众生 使得利益 把众生放在前面 我们除了自利 我们还要利他 设众生界 又称饶益 有情界 第三个 其饶益 众生的方法 我们大家来看看 我们能够做得到吗 根据这个菩萨 第十经 展示 几处 有十一种 十一种里面 一定有几种 我们能够做到的 众生所做饶益 知识 细以为伴 我们身边的人 所做的一切 善事 我们都要跟他做伴 就是我们要跟他一起做 不要人家做的时候 你就酸溜溜的 不要去做 还不要紧 还说 我没有时间做不了吗 我有时间做 可能做得比较更好 我没有 我没有钱不了吗 有钱我做得更好 不要那种酸溜溜的 而是 你 以你的能力 出力 人家出钱 你出力 去做 所以 一切众生所做饶益 就是我们都要跟他们做伴 就是一起去做 众生以并 未并等诸苦去看病者 细以为伴 那些已经生病的 还没有生病的 而且那些看护 那些看病的 我们都要跟他们一起做 为伴 跟他们做伴 一起去做的意思 这个是 现在 大家都在 现在这个人间佛教 很提倡了 这个所谓的 临终关怀 现在这个医学界 也是一个 这个hospice 临终关怀 是蛮重要的 天文法师 也开始了一个 不叫临终 我忘记了 他叫什么名字 等一下 想问问 Karen 不是临终 我忘记了 叫什么名字 也是一种关怀 咱们关怀 那些医生 其实你不要医生 没有那种 心灵 没有那种 什么 医生 其实也是 急需要关怀的 而且那些护士 那些照顾病人的那些人 他们的心灵 除了自己要很 坚强的话 他们其实也 所以有一个 一个点 到了某个点 也是会崩溃的 所以呢 这些医务人员呢 其实是蛮需要人家的关怀的 所以这个 我们都要去做 第三 为诸众生说 事件法 出事件法 会以方便令的智慧 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做啊 我们 跟大家身边的人说 这个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不用依着这个佛法 来讲到一大堆那个理论 你只要是说 什么该做的 什么不该做的 你做了这样 你就可以 成佛啊 脱离啊 烦恼 脱离这个生死啊 这个我们就是在说 事件法 就出事件法 让大家都能够得到 这个智慧 第四 知恩报恩 这个很重要 知恩报恩 我们现在一张开眼镜 我们身边 所有的一切东西 都是我们都要 记得去感恩 上次有 佛师兄有 分享过 一张开眼镜 感恩我还活着 感恩还有空气 感恩还有太阳 感恩这个感恩那个 我们要知道感恩 我们要报恩 怎么报恩呢 就是回馈这个社会 回馈这个社会 把你的能力 奉献 给这个社会 你就是报恩了 第五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救护众生种种恐怖 开解助难 使远离忧难 这个也可以啊 比如你身边的人 很恐慌 很无助的时候 你给他开刀 你就可以让他远离 各种的忧闹 忧愁苦恼 这个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做得到 见众生贫穷 混乏 依其所需 稀能布施 很穷的 需要吃的 需要用的 需要钱的 你依他的所需要 我们都能够布施 这个很重要 我们不要 对一个人 你觉得他需要 你觉得他需要 他未必需要 我们要 依其所需 这个很重要 我们不要一厢情愿的 有时候 好心做坏事 人家不需要的 我们硬硬要 人家要 明白吗 所以这个 依其所需 稀能布施 这个也蛮重要 第七 得恨具足 正受一子 如法出众 我们自己呢 我们的得恨要具足 我们要正受一子 我们如法的 初衷 就是如法的 初衷 就是让大家 把大家 记在一起的意思 就好像我们 词行 是一个正法 的地方 我们如法的 初衷 OK 得恨要具足 我们的老师 得恨的具足 正受一子 如法处 这些重 我们这些 土地 我们这些 弟子 第八呢 先以安慰 随时往返 是给饮食 说事之善意的 使众生 安者 接系随顺 不安者 接系眼力 我们呢 要先用那些 很好的 安慰的话 随时往返 就是我们随时 有时间 可以去帮助他 来回 帮助那个人 给他们饮食 或者是跟他们 说事之善意的 鼓励他们呢 给他们讲一些 好话 让他们有信心 OK 他们呢 那些 那些已经很 安逸的 使安者 接系随顺 但是已经很 安逸的 已经很安逸的 就随顺 我们教他们的 跟他们分享 那些好的东西 他们会 又会在 去做故事 又会在 帮助别人 不安逸的 不安的 心里有恐慌的 除虚 应该 虚恶 OK 不安的 他们就会 远离的 那些恐慌 第九 对有识得者 称扬欢欲之 对他真正 有得恨的 我们要去称赞他 宣扬他的得恨 对犯过 行恶者 应以词行 遗和者 使其悔过 对那些犯错的 我们呢 要以慈悲的心 来 苛哲 他就是来 讲他 不要讲 责骂了 让他改过 用以慈悲的心 的语气 来指出 他的过失 然后让他改过 以神通力 视线恶道 令众生 威厌 众恶 奉修佛法 关系性的 胜息 有自信 这个呢 是以前 以前的 修行者 很多都有 这个神通的 他们在这些恶道 献他们的神通力 让那些恶道的众生 怕 要厌离 这个 众恶 不要再 犯罪 不要再造恶 然后就奉修佛法 这个 你看 这个每十一种 其实 我们大家都可以做到 在日常生活里面 佛教里 有很多借律 如沙弥实戒中的 不捉 实经营戒 不 故往 歌舞 歌舞式观听 我就打脱子 不非实施 不做高大 高广大床等 以现在的社会形态来看 都很难清净受持 乃至日本佛教 我们知道日本佛教 他们的和尚 娶妻生子 寺庙传子 就是寺庙传给自己的孩子 以及西藏的生理 随缘失肉 甚至试验用那个 用皮做成的那种佛具 于现代货用品 这一些经常有人争议的素食 婚名 我们去素食店吃鸡 OK 什么鸡 什么鸡 什么鱼 什么鱼 有些人就很 很 很什么的 就 赚牛角尖的 就说 你们不是吃素的吗 为什么把这些素 都按一个婚的名字 我们呢 要该怎么做呢 要该如何看待呢 这些东西 有时候 争来争去 争不出一个所以然的 其实佛教的借力 我们不必在形象上刻板的执着这个教条 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借的精神 意 以及人间性 例如大乘佛教的三坛大戒 三坛大戒 就很有人间佛教 立即众生的精神 这个三坛大戒就是 要出家的人要出家的人去受的 比丘比丘你受的 就是所谓的三坛 这个给大家一些 一些认识吧 出坛 沙弹界要守好 他们一开始就是先受沙弹界的 沙弹师界 就是设立于界了的 你先一个沙弹嘛 沙弹就是刚刚进入佛门那种 你就把你的威仪做好 要指而修善 第二坛比丘界就是要具备这个色善法界了 一切善都要去做 三坛菩萨界要有饶育友情的精神 就是你要带众生受苦 饶育友情 刚才所说的那些 为了众生的好 我们都要去做的 界要对人生 对未来有所增上 对我们的未来 对我们的人生 要让我们提升我们自己 让我们的人格提升 过去佛道的接力 太判重消极的职合 一直说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缺乏积极为善的精神 因此一讲到界律 大家都不可这样 不可那样 如深重不能布施财物给信众 以前的出家人 他们不可以布施财物给信众 而且以前出家人 也不可以抓精英 在家中不能够听 不能够听鼻丘鼻丘尼界 这个之前我们也有谈过 我们不可以听 比丘的250条界 我们也不可以听 比丘尼的348条界 比丘不可以接近尼众等等 甚至受持五界 是人道的根本 然而过去一般 我们常常依这一本经 的界条 里面的界条很严的 你有机会你们去看 这个以前定下来 好像有一条 用我们的手去出酒 去拿 就出到那个酒 500事我们会得到没有手 的那种果报 来解释这个戒律 由于过分的这个威胁恐吓 反而失去说服力 只有使得有心邪佛的人 望而却不 尤其是千百年来 为了一条罢禁法 掌握了多少优秀的女众出家 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的是 应该这样 应该那样 因此我们应该将戒律 规范人间化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叫做罢禁法 罢禁法是这个比丘尼 尊重比丘的罢种法 以前佛法 这个佛陀在成道后14年 她的那个姨母 记得吗 把她养到那个 那个摩河波斯 摩河波斯波体 她带着500个女众 要求说 佛陀让他们出家 佛陀不允许 阿难呢 就代为请求了佛陀三次 佛陀就是好 要女众出家可以 她定了八条法 女众一定要遵守 这个叫做罢禁界 或者是罢禁法 罢个尊重法 罢个女人不可以违反的法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女权运动 认为这个罢禁法 代表了男尊女卑的那种传统观念 就是把男人捧到高高 再上那种观念 因而提出罢禁法 不是佛所制的 要废除罢禁法的言论 其中有一个叫做 是召会法师 他一直去要废除这个罢禁法 这个罢条法到底是什么法呢 第一白岁比丘 你应该离出下比丘住 就是说这个比丘 虽然是一百岁了 有一个比丘 刚刚受了三堂大劫 参加了第一次的 接下安居之后 他看到他 他也要向他行礼 礼他的脚 很重的那种礼 第一条 第二条不可以骂比丘 不可以诽谤比丘 第三条 比丘尼不可以讲比丘的过失 比丘可以讲比丘尼的过失 第三 比丘尼记住解释在阿布身中受 就是说比女人要出家 就算是那时候没有男的比丘在 OK 他依他的整个遗柜出家了过后 他还是在有比丘的寺庙里面 再做一次出家的那种遗柜 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那个 四叉模拟 这是我们女中要出家 一定要受这个六法 至少两年 他的重点是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女生 一世人只能够出家一次 你迷迷糊糊了 梯度了出家 又还属了 就没有机会再出家了 重点是在这边 男中不一样 男中可以出家还属 出家还属七次 OK 就第五 比丘尼犯的罪呢 要在比丘 除了在自己比丘尼神团里面 忏悔 还要在比丘的神团里面忏悔 然后比丘尼 每半个月要请求比丘 跟他们说法 说戒 所以呢 而且 地区 不可以跟比丘 同在一个地方 接下安居 然后 比丘尼假如自己 在一个地方 接下安居呢 也不可以 离开 这个比丘太远 因为每七天 比丘尼 就要去比丘那边 请比丘 为他们说法 要看 OK 第八 安居圆满 要求比丘 为比丘尼 做三种 见文仪的三种字 只是让比丘尼 去跟比丘说 我犯了什么 罪犯了什么 犯了什么 要唱 所以这八条 八个禁法呢 让很多 很优秀的 尤其是那种 比较强的 女人 她们真的不想出家 浪费了很多 这些优秀的出家众 所以呢 在现代佛教里面呢 她们尽量 一直去 寻求一个方式 来废除这个八禁法 而且以现代的社会了 这个八条 八禁法 其实也不是很适合了 OK 来我们回去我们的讲 等一下我们才来 分享一下了 所谓人间化的接力 一个方面 我们要 固然要消极的 规范我们的身心 执恶 吸追 一方面我们更要积极的 广修善行 广作善师 发挥菩萨界 服务奉献的精神 以其自利利堂 一定要有这个奉献的精神 只是我们假如 每次都是为自己的话 我们根本是不可能 在这个菩萨道上 有所成就的 因此 今日佛教界 实在不宜 不应该 再以佛事实的社会背景 来要求现代的人 因为佛陀 依当时印度的民情 印度的风俗 印度的文化 等因缘制定各种节律 但随着这个 十余事前 时代一直转变 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 很多界恋 已经不适合 我们现代的 这个 现代这个社会了 这个 法师给了几种例子 好像我们 读到很多经典 都有这个偏单右肩 那个时候印度 是很热的 此界若是 强要寒带地区的人遵守 不可情侣 那个时候这个界就是 要跟佛陀讲话的时候 就叫偏单右肩 那比较高层次的 你就要把那个右肩露出来 但是你在寒很多地方 我能死咯 现在是不喝 不喝情依的 现在也很少 会我们的 你看我们的 汉城佛叫 汉传 汉传的 法师穿的衣服 不像 不像 小城穿的 这马上就可以露一个肩膀出来的 对吧 那个时候 佛陀定这个界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在 佛在世的时候 这个大神佛教 汉传佛教还没有流行的 第二 这个不抓持经营 这个是大家都懂 过去印度 不使用钱币吗 现代人出门在外 不管一时住行 都离不开金钱 没有钱什么都做不到 所以出家人怎么可能 自己没有钱 不与女人接触 过去佛陀 为了这个 建前整个生团 因此立下这个 很严峻的建立 但是现在 两性 平等的时代 男女接触的机会很多 例如开会 我们不可 以前呢 男的全部进去 到后来 现在我们有一个地方 也是去看电影 男女分开 其实不买东西 排队男女也分开 给钱的 对吗 所以我们都觉得很麻烦了 所以你现在开会 我们也是先到先 我们坐车的时候 男女一次性排队 这是很平常的事 不用分开 他说是一次性 就是你排队 男女男女男女 都可以在一起 不说一边分男的 一边分女的 这很正常的事 因此在现代男女往来 只能挂清公司 不多做私密的 一对一交往 平时正常社交往来 也是时代的发展所趋 现在 只要 没有私密的 这种一对一的交往 是 生团是可以和女人 接触的 以前就多了 甚至你不可以 一男一女 在一个房间里面 一男一女 不可以一直 这样站在 他有他的贴力的 一个男中 一个 一个 鼻球 不可以跟一个女中 单独在一起 就对了 甚至有 八条 假如没记错的话 两个男 一男一女 在一起的时候 什么不可以 也不可以 手不可以碰到 你不可以拍拍他 肩膀 那个全部都不可以的 第四 基贤界 实际有时行之过分 有时候我们觉得他很过分 导致因为害怕被基贤 就是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被基贤是怕人家讲 因为固力过多 而使佛法失去 本来应该有的担当 以及应有的 积极 立众的行为 而使 这个佛教洪化 于现代 失去力量 盼着讲 那人佛教徒 你佛教徒也这样的吗 你这样的 这样子的吗 所以呢 就盼着讲 就很多 这个佛法 你要洪化 在这个现代的社会 就没有什么力量了 佛教的戒律 讲究 修身 利人 所谓人臣 即佛臣 戒律从外向的 修持精进 到内心的 不动念 层次有所不同 尤其随着 时代的变迁 许多小小的戒 以不适合 以各种不同的 民情 即时代 现代时空 因此 人间佛教 主张 以戒律 不清凡的根本精神 推广 五戒 菩萨戒 方能光旧 我们现在这个 道德 轮上 社会 已经是去 持续的 那种 实弊 实弊 就是现在 所发生的 这种 很不好的现象 很多小小戒 其实好像比丘 250条戒里面 有很多是 小小戒来的 很多 都不能够去 在这个 现代社会上 不能够去 持了 就好像上次 和大家分享 佛仪教经里面 是一本 很好的经 但是出家人 不敢去推广 因为 推广了 我们在家人说 喂 里面很多 你们出家人都做不到的 明白吗 然后 这本 很好的一本 经 都 出家人 不敢推广 然后 在家人 脚去看 那就讲 出家人很多 做不对的地方 老师 有什么 想要 补充的吗 我们大家看 对于这个 戒的精神 有 有什么问题吗 讲到这里 你们有什么 有什么 这个 有关 这个课题上的一些 问题 或者你们的 见解 可以拿来 讨论的 或者是 有什么 哪一段 你们不明白的 Kelvin到底讲东西是吗 他这里讲话 OK 有吗 就是我们借的 佛陀自借的精神 其实就是 子恶行善 饶育有情 也就是我们修这个 大乘佛法的 有吗 没有 我们就 继续了 有谁想 什么要讨论 不明白的吗 那个 那个基贤戒 基贤戒 再具体的 再解释一点 哪一个 或者如果有 有例子的话 可以举一些例子 基贤戒 基贤戒 你们听不懂我讲话什么 听到听到 基贤戒 就是 那个 我们有讲过 刚才最后那个戒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也不能 我们顾虑的太多了 我要讲一个什么例子 老师你有 突然间想到什么例子吗 是 嘲笑 基贤戒 是嘲笑 就是说有 害怕被人家讲 过分 老师因为害怕被基贤 于是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因为基贤戒 这边我太阅了 我的头脑不断能够想 我使佛法 士气本来的 有些阴影 有些阴影 当然就是某一些阵律 他这里简单的说 有些阵律 其实不能太过分 就好像你说 我们刚才讲说 一个什么 不能碰九 碰九就五百 对 那个其实就是 这样的一个说法 你一听到这个 你一看 难道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对吗 对 那个九阶就是 那个 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来讲 就是如果这样不能耐 但是不能太过分 真的不能太过分 佛教生活化是好了 但是好像 刚才讲的那些就 对 真的害怕 敬而言之 每个人就不能受戒 就不敢受戒 这样子 所以这也是一个例子 要这样不行 太顾忌 使人太害怕 甚至有一些恐吓 恐吓 然后使到 大家都不敢去受戒的 这一种 其实就是 这样的意思 就是怕 我们成为佛教徒的 做了某些 就是做了某些事 怕别人讲 怕别人讲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也不可以做 那个也不可以做 所以就每个人就不敢受戒了 阻止了整个佛教 你现在也逝去 要弘扬佛教不容易 对对对 那我这里就抛一个问题给大家 你们当时有一个题目 他是想什么 对于那个 素食昏明的问题 你们有如何看待 或者你有什么认可 或者你能不能接受 这个题你们谈一下 就是说 对于素食昏明的这个定义 可以啊 就是素食昏明的 你能够接受吗 或者你觉得 你会怎么去看待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认为是可以 只是一个名称罢了 嗯 那个当时只是一个名称罢了 你不要当他是不是不是啦 你为什么就这么这样 计较那个名称 我叫阿宅就阿宅嘛 我叫阿宅就讲说行啦 但是老老师 假如他好像 做出整只鸡鱼出来 做出整条鱼 整尾鱼出来 那个又怎么讲呢 所以你们拿来讨论一下 看你们能接受吗 是以我对于 你们能接受吗 其实 其实 你们看稿是 你去素颠 什么鸭 什么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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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他对你会有干劳性吗 我没有干劳 我当他是面粉就好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 如果以这样 你们自己想 你的体系 性动力会是怎样 哎呀 这样 就好像有时候你看到 其实呢 讲到素食的话 讲到素食的话 当你真的想要素食 真的进入素食的时候 你觉得你会被影响吗 你根本不会被影响啦 对吧 那你被影响就证明你不够清净吃素啦 所以很多这个是假例 假名而罢了 所以我们不能说 我吃素的 我只能去素店吃东西 我提到混店 我可以进去 那有些当然有些团队 他们会做到这一点点 那对于我们真正如素的人的话呢 其实是素心 就是我们的心 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因为你的不方便 你的不方便 造就更多人的不方便 因为吃素的人少 混的人多 那因为你的不方便 你知道每个人要跟你吗 那未必 这样的素食者呢 其实有时候造就了更多的烦恼 所以 就要把这个 这个所谓的素食婚名的 这个 所谓的那种 狠狠狙击地说 哎 不能啊 这样不对啊 没有对和不对 只不过 只不过是一个假例而罢了 好 来 Ian 你可以讲一讲 老师 老师 大家晚上好 刚才老师所讲那个婚的名字 就对我来说 可能会有这个 这个困难 尤其是我们还没有全素的时候 有时初一十五去到那边 要order一些 塑料的时候 他给那些名称是好像 贵妃盖啊这种 有时变成 好像觉得 自己有时比较清醒的时候 就会讲 我要order这个贵妃 贵妃什么 然后自己讲了之后 又好像不懂怎样 觉得好像 戒 就是 戒 就是在树那边有一个戒 但是那个心 戒不到那个心啊 还是难免会有那个意啊老师 那个意里面哎呦 又是好像是在吃婚 或者是什么那个鱼啊 有一些特别特别名字 都是在婚时的 那我们吃婚的那些 那些饭店啊 全部都一样的 所以对我来讲 社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尤其是好像老师所讲的 还不清静啊 我们这个意啊 还是 对我们来讲 要慢慢进入那个树 可能会 会 令自己 讲回那个 平时我吃婚那种名字 是啦 这个还没有到清静界啦 没关系慢慢 如果你真的 像我们这些素食者的话呢 这些什么鸣 什么鸣对我们 已经没有办法 取得任何的一个 起伏的作用了 但是对于出 出入素 想要吃素的 他们还会难免去想到 那个味道什么 而且一边吃一边 哇 这个一点都不像 哇 那个味道很像 哈哈哈 所以这些我明白 我明白 好 所以你就是社会有这样的 所以尽量的去让这一方面的 思维模式去转化一下 那只不就是贾力 那我们吃素主要是因为 要清静啦 然后 培养慈悲心 甚至不杀身的心 这样罢了 那么 真正讲 佛头的时代也没有如素 不脱拨到什么就吃什么 是后期从两五地的时代才说 素 然后如果你深入的话 其实是一个贾力的名字 就不要受其而影响 那么如果你受其而影响的话 的话你的意就作业啦 好 还有什么特题 还有什么想要解答的吗 你们 你们认为 对不起老师 还有一个问题 是要问 刚才那个 Doctor有提到是说 我们在家人 是不可以听 比丘 比丘理解 会不会是说 不给就是不允许我们听 是不是因为要保护我们 尤其是我们在家居士 可能会有一些 对法师关过 过世的心 或者是 像Doctor刚才所提到的 我们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这些 法师又没有收啊什么 就我们的起心动念会起这种 比较啊 然后我们对这个身 关过啊 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去听太多 这个比丘尼 比丘切 这个原因是其中原因 是吗 对 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你知道了之后 那个出家人 你就会去 他不可以做这样的 我不可以做那样的 但是我们有很多 现在已经是不符合现代的社会了 明白吗 有没有另外的接力 以前为什么我们在家人 不可以知道这个比丘 比丘尼切 这个是一个重点 就好像你说的 我们会去指责 为什么出家人没有收这个切 所以就算是好像 比丘跟比丘尼之间 好像也不知道他们的结是什么的 就说他有 圣经法师有讲过 比丘不可以指责 比丘尼不可以指责比丘 犯什么结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 比丘尼切是什么结 他有提过这样子 中存 你要讲什么 你要问问题 不是讲什么 好 其实是这样的 老师或者 Dr. Chin 你可以让大家更加明了的知道 为何 比丘界和比丘尼界 有这么大的分别 那至于 他一定有一个原因 做什么 比丘尼界 会是 让 很多人觉得 他好像是在贬着女性 因为佛陀的智慧那么高 他也不会说是 因为这样而去贬一个女性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 希望老师或者 Dr. Chin 假如说你知道这一方面的资讯 就让我们知道 这个我上次好像有分享过 其实佛陀把比丘尼界制的比比丘多 那个时候也是有人讲 佛陀是不公平的 但是佛陀呢 他的 重点 他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保护我们女人 因为我们女人 有太多 可以被人家伤害的地方 明白吗 虽然他没有 我不知道里面 这个到底是哪一个戒条 但是佛陀是说 我们女人要守比较多的戒 就是说 讲很表面的 我可以想象得到的 就是说我们女众 有很多可以引起男众 一种邪念的地方 言行极止 很多都是给佛陀定下了很多戒 我们女众要守着 所以佛陀后来有解释说 其实我订了 比丘尼戒多过比丘 其实是在保护我们女人 我很记得这一点 其他的我也找不到什么资料的 为什么比丘尼戒会比丘的戒更多 就是仔细地想起来 我们比丘尼的确有许多事情是不方便去做的 尤其是有些是会伤害我们自己的身体 而且我们也力不从心的 也不方便我们去做的 所以佛陀就定下了很多戒 比比丘多的戒 其实他目的是在保护我们 老师有想到什么吗 其实戒很多要说犯戒或者利戒 所有的戒律其实就是在保护着 所有众生 比丘比丘戒 他说这个设计的某一种戒 都是在起了一个保护的作用 那么当然讲女人女性很难重 你听所有的戒律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不公平很不公平 重难清理的一个作用 但是深圳时才从古代的时候 都是男尊女卑 这个思想是肯定存在的 到目前为止 你可以看印度的情况都还是有的 所以你可以当时候佛陀是出生在印度 所以他所设计的 能免是会在那一个时代 还是包含着一点点的男尊女卑 然后在这种情况 为了更保护这个女众的话 他当然设计的更加的严密 所以在我的想法 那个是那个时代 所以你看你现在听到 刚才听到里面的人 你会觉得这么不公平的 尤其想到那个八条 你会觉得这么这样不公平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说 对和错 只不过当时候的文化 背景和情况之下设计界的 你知道建立的设计是因为 碰了一件事情 有问题出现了 佛陀在设计 你看看 这样我看到不对 我们这个是其中一个 慢慢设计起来的 但是我们只要为往方面想 就是说 其实就是在自我保护我们自己 不是业树 只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那你就可以接受的 因为毕竟我们也知道 女众的问题会比较多的 这是实实在在的 女众的思想模式会比较敏感 然后很多时候就比较 我们要受保护的 所以为什么一家之主是男的 不是女的呢 到现在为止还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所以男人要保护女人 很早说女人是保护男人的 同样的 更多借给女众就这么 更加保护我们女众 我能够自觉的一个思维模式 就是这样 没有说为什么这样 我不能够这么说 因为就是有这样的文化 而造就了今天 甚至到现在我们都有一个心理 男主 男人就是一家之主 他在保护着女人 这个是很肯定的 好 来 请 我在想着刚才你说的 那个在印度那时候 的是男尊女卑的那个心患 会不会是说 佛陀假如说忽然间设了一个 男女平等 就会引起一些很大的那些社会 那可能他们就会 因此这样 而对那些女性加重呢 不利 因为同等的介义 我可以做的你也可以做 本本上那个时候是不可能 我男中可以做的你 如果你说 讲父 介义上的同等的话 那么行为上 各种工作上也要同等 对吗 所以佛陀是很有智慧的 今天要设计了 你中这样 男中这样 你中比较要受保护 那如果说同等的话 你觉得你就会被保护 还是被欺压 可能都一样 我就欺压他 所以更会痛苦 所以有时候 佛陀做每一件事情 都有他很深入的一个智慧 包括我们现在 我们去想是真的 是说如果同等的话 那么你想哪里平等 永远不会平等的 这个时候 你觉得做出宫的话 做建筑的 你中可以去做 当然可以 少值 但是也不能做出宗 爬树去砍树 你中可以吗 所以这些孩子 如果说一样的借力 我看女人苦了 对吧 好来 Sindy 阿弥陀佛老师 Dr. Chin 大家晚上好 好 那个 我 我听到 那个 比丘尼 只可以 出嫁一次 比丘 很多次都可以 我想 了解 顺利点 为什么是这样的 听到吗 老师 听到 这个我有找过资料 没有的解释 我听下来 我好像是听过 格西拉讲 在他们西藏 的是一次一次罢了 男子也是 没有说 汉存佛教 是允许去吃 是 我找了 我为了这个问题 我是找了很多资料 没有 找不到 不知道为什么 简单 女人比较善变 如果女人出租 进一出 进一出 然后我们就善变 很会动情 对吗 比较没有定力 如果是这样可以玩来玩去 喜欢就出来 只要进来不是大乱了 对吗 你刚才讲为什么 男的可以去吃 我们女的可以 一吃 对对对对 我找不到那个 主要为什么 为什么 我也是有想到为什么 因为女人比较善变 很怪的 很别 做瑜伽 取戏化 如果很怪的 我不能 我放不下 我的老公 我又回去 我放不下 我的母亲 给我放不下 孩子 这样处处进进去 因为不是不够定了吗 所以我在想这个东西 我们真的不能解答 但是用深入的去思维的 肯定是有她的因缘的 因为 是我看到那个出家的一个戒条 他有一项戒条就是说 假如家里不允许 然后那些有犯罪的 有罪名在身的 然后一个是欠债的 假如你是一个有债务的 你不可以说 我欠债 我为了逃避债务 我跑去出家 这个在佛法上是不允许的 你要没有欠任何人钱 那个时代 才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出家人 然后现在就算是真的 我们结过婚的要出家 你要先离婚 先离婚 没有伴侣 你才可以出家 到现在还是一样 就是这样子 那个时候 对 佛头很注重的第一条件就是 父母不允许 没有得出家 所以那个时候有 他有提了三个方式 你要怎么样出家呢 第一 就是说你去说服你的父母 他有给一个例子 好像那个耶稣 他第一个 除了那个第五个 他第六个 那个例子 他父母 耶稣的父母 也是不允许他出家的 然后佛头呢 就叫这个耶稣 去感化他的父母 先告诉他父母 让他了解 佛法到底是怎样的 直到他父母答应了 就可以出家 第二呢 就是有一个 出了家 又犯你迎接的那个 他是以一个 很强硬的手段 就是说 他不要吃 解释 来让他的父母 答应他出家 其实这个也是不可以的 佛头不允许 他就是要他 OK 你比较折中的方法 就是说 说服啦 尽量去说服他的父母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佛头知道 他那个时候有一个女人 他是 可以正果位的 但是也是因为 家里反对 应该他家人 佛头就叫了 那个 比丘尼里面一个 有神通的 我们叫做莲花色 那个比丘尼 就去 陪伴他出家 但是当 在他出家的当天 显了一些神通 给那个女人的 那个父母看 那个父母就 觉得 哇 原来出家 有这么多好处 别给他出家了 所以佛头当时候 为了这个 能不能够出家呢 他最主要的就是 家里的父母 很重要 不允许的话 完全没有机会 请见 老师Dr. Jin 大师兄好 我的问题是 Dr. Jin 刚才你刚才讲 如果是父母亲 不允许的话 不能够出家 那么呢 其实佛头还没有 出家之前 他的父母 或者是还没有 成佛的时候 他的父母也是 应该不允许他 那么他也是 这样子去做 他要做的东西 这个有没有什么 可以讲解的 对啦 就是那个时候 佛头这样子 出了家之后 很多人为了这样子 也是不理父母的反对 就去出家 所以这个静犯王呢 就跟佛头讲 每个人爱自己的孩子 就好像爱自己的身体 一样 他就跟佛头说 我希望你能够定 一条戒律 父母不允许的 不可以出家 就是从那边开始的 明白吗 就从那边开始 所以这个是第一条 父母不允许 不可以出家 就这样子 还有什么想要讨论吗 那是自权之后了 自权之后 他自权之后 他自权当时 他一离家的时候 过后呢 有很多跟着这样的行为 对 所以就造成了很多家庭 家庭的问题 所以我说戒呢 是等到最后期 看到了问题纯 所在处才设的 不是先设 很奇怪 很多时候 你看他们出去外面 又怎么样的时候 回来 不可以要这样了 随犯随之 这个叫做随犯随之 那中圣刚才提的那个 祭贤戒 除了那个酒戒 还有一些所谓的 骗那个秤头的 有时候我们做生意方面 对生意人来讲 真的有的时候 要打一个方便的妄语 才能够做成那单生意 假如我们把那个戒 条看得这么紧的话 就完全不用 不能够做了 就好像刚才那个酒戒 这个车戒 也是叫季贤戒 其中这一种 假如你真的抓到这么紧 受了五戒 完全不能够喝酒的话 有谁要去 有谁要去守戒呢 明白吗 你不要做得太过分了 那个戒 求不乱性 求不乱性 做生意上面 有啦 现在到现在我们还是 还是这样子啦 到底 我为了做成这一单生意 我要讲一个所谓的 方便的妄语 可以不可以 你自己在心理上衡量 佛陀没有知道一个戒说 你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那样 这个七贤戒 其实是蛮争论性的 到底怎样呢 所以有些已经是不试剧了 好老师 那个是偷盗哦 如果严格来讲 就是我去把那些 download那些讲义啊 这样我们再偷盗啊 翻版 对 翻版不可以哦 其实哪里有这回事 所以到现在 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 很多东西都流传不出来了 老师 因为我时常找资料 我知道有一些 他们不给你download 他有写明的 他就写明的 你要下载 你要登录 然后要给钱 那个是卖咯 那个是卖 你也拿不到 这好像好像 圣言法师跟信音法师的 他放出来 他你要到的 你就到的 因为他的目的就是 弘扬佛法嘛 就好像老师所说的 我们又没有拿来赚钱 对吗 但是信音法师的 就很方便 你要download 你要做什么 你要copy都可以 圣言法师的会比较 比较难copy一点 但是他给你看 嗯 不给的他会写在那边的 不可以侵犯版权这样子 对 其实严格的说 佛祭 佛法 很多东西是不会用价钱来衡量 对 OK 来Andy 我觉得 老师我可以这样讲吗 那对借这一些 到底是人籍还是什么 那我本身认为 可以 比如说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心啊 是处于在于 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我们的动机心是怎样 比如说我们这时候的动机心 是说 有一点要骗人的 或者是说 有害到别人的 或者什么 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犯戒了 比如说那个动机心 是完全是散的 或者是说 你讲的这一句话 不会伤到任何一个人 应该是可以吧 是啊 所以我们说 就是讲一句 就是说很多时候 你要严满戒 我们说一个严满 就是 动机心是最重要的 有时候你为了 就是说方便的网言 方便的骗人 那是方便 不要伤害到他人 那这些不算是犯戒 那还是一个遮戒的 这个情况 所以一切都是我们 清静的心去看待 不要把戒力 把它深入的在心里上 然后让自己 因为这样而怕 决佛了 对吗 很多时候 很多佛门的东西 很多人会恐惧害怕 而寄接近佛门 不过一讲到 归佛 第一个老文家就想 不可以 有孩子不可以 去佛教 等一下出家 一想到归医的话 就不要归医 是因为要吃素 所以这些东西 都是不刺激的东西 那是要加以解释 总是重上奉行 诸而莫作 都是有犯到自己 本身不能够 有伤害到自己的烦恼 加强自己的毒素 不能改变自己的习气 的东西 增加自己的负面思想 而且影响到他人的 利害关系 直到人家与你 根本上对你 没有什么攻击 慢慢的 那些东西 我们不要做就OK了 好 来 我们就 如果没有什么 我们继续 老师 师兄 我问过我 我只是想不了 我说你想 就是造了业 哎呦 怎么办 忏悔 忏悔 对啦 我们还没有做出来吗 想罢了 想就是忏悔 我们学佛 但是也不要利用 这一个啦 不要紧的 做错事 忏悔就可以了 尽量啦 不要以这个方式 OK 我来我们第三个讲到 我们人间福怀 借的时间 别讲到借很难做 这是很简单 这是一个服务奉献 致力力他的那个 那种事情吧 实际是修行 一些善法的基础 也是一切修行的根本 借不是用来读诵的 而是要去实践奉行的 平时日常生活里 有人实时做好事 说好话 存好心 就是净化我们的善业了 身口意 做好事 我们的身 说好话 我们的口 存好心 就是我们的意 这身口意 善业已经做好 已经净化了 我就是在实践这个 弃佛通界 那个诸恶莫佐 众善奉行 自信 即义 甚至 待人好 处处为人着想 凡事都能了解 因缘果报的真理 也就是慈戒了 此外 慈戒是用来规范自己的 不是拿来要求别人 这个我们要注意 慈戒的精神 在自发心的 清净受止 在于实践这个菩萨道 菩萨道的精神 就是要发起 上红下化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的 那个菩提心 所以 菩萨界除了有 防非子儿的 色利益界以外 更有勤修善法的 色善法界 以及度化众生的 饶益友情戒 这个戒 是用我们规范 我们自己的 不要去要求别人 你不可以做这样 你不可以做那样 OK 一般佛教徒 我们平时修 禅修 念佛 自我端正我们的身心 工作之余 叫我们有时间的话 加入社区 义工行列 服务人群 或者是不食钱财 疾困 救急 乃至 注印这些佛书 流通佛法 甚至参加佛教 性伴学 性效伴学的文化教育事业 就是在奉行这个三句 进阶了 也就是在实践 我们的菩萨道 这些 这些我们 在 现在这个 现实社会上 都能够做到的 实践是 这一种 极所不一物 失于人的慈悲心 以菩萨道的 具体表现 你自己不喜欢的 你就不要 丢给别人 大部分的佛教徒 都有次数的习惯 但是这个次数 不是 不是佛教徒的 专利 佛教的 素食 主要是为了 敞养我们的 慈悲心 为了尊重生命 为了不杀神 刚才老师讲 不是说 很多老人家 就会 不一了 就是要吃素 这个是不一定的 现在很多 其他的宗教 环保分子 他们也是吃素 戒律的受持 固然是 居于信仰而来 但是 根本呢 还是 出自 不伤害神明 不侵犯 他人的慈悲心 所以 这个受持五戒 能给人 无畏失 因为我 持戒清净 这五个戒 我受得很好 他人便 不需要担心 受到我的侵犯 我不会去 讲骗话 害人 我不会去偷别人的东西 我不会去犯邪淫 我不会去杀人 我不会去喝酒 然后乱性 做一些对别人 有伤害的事 所以这个五戒呢 在这个大制度论里面 称为五大师 这个师就是 五位师的意思 戒律 五戒是佛教的 根本大戒 佛的戒律 虽然有出家 有在家的区别 但是一切戒律 都是依据这个五戒 为根本的 受死五戒的人 这边他告诉我们 有什么好处 得到二十五名善神 雇佑等 无尽的利益 而且是自利利他 就说不下身 我们除了增长 自己的慈悲心 别人的 不会失掉他的生命 不偷刀 我们不败 我们自己的得恨 也不会 我们的财 我们有个果报 我们的财务 不会就容易失掉的 而且我们也不会 让别人失财 不携赢 我们自己的家 家庭 家建属都很和谐 也不害别人 世界 你跟别一个人 携赢 你自己 别人的名义 也会受损的 不妄于 我们自己的信用 会很好的 然后我们也不会 破坏别人的名义 不饮酒 我们的智慧 不会伤害我们自己的智慧 别人就不会受到侵犯 一般人信仰佛教 总会求长寿 拜佛的时候 我们 都会求长寿 发财 民意 家庭美满 子孙满谈等等 如果舍弃了受死五戒 而向诸佛菩萨 祈求所愿 无因是不可能有果的 我们了解了 过后 知道因果 你没有种善因 是不会得到善果的 所以我们没有慈悸 只是每天去跟佛讲 我要长寿 我要发财 我要民意 我要家庭美满 我要子孙满谈 这个是不可能的 慈悸的利益虽然很多 但是在现实生活里面 有的人因为工作的关系 无法持受五戒 因而不敢学佛受戒 其实这个例子 我是要 我不要拿出来讲的 就是说 法师有讲 你去一个卖布的顾客 去问他 你的布会不会推射 你要讲 推射吗 你的生意就做不成 你讲不推射吗 你拿一块布不会推射的 久而久之用久之后 都会旧的 都会推射的 就看你怎么用一个 善求方便 去说服你的客人 帮你买布 其实呢 受戒并不是要求 完全不犯解 因为在人间生活 想要持戒圆满 并不容易 例如 他 我们住在海边的 移民以捕鱼为生 像这种 不正业 不正命的人 能否学佛受戒 这个是法师有一次 他去一个渔村 讲佛法 这个渔民就跟他讲 捕鱼是我们的 事业 我们靠这个来维持生命 你来佛 在渔村 你要来建立一个事业 讲佛法 是不可能成功的 法师就跟他说 他来呢 弘扬这个佛法呢 就让我们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 可以呢 就不要以别人的生命 来做我们赚取 维持我们这一生命的 一种职业 就是不正命的人 我在他来 这个渔村 弘扬佛法 就是希望 这个渔村的下一代 就不要再 可以的话 就去 转这个职业 不是说你们做渔夫的 就不可以信佛 知道的话 没有办法转职业的话 现在的话 懂得佛法 就懂得忏悔 懂得回向 职业也会减轻 他来 他去到这个 这个新名法师 他去到渔村 他去弘扬佛法 他的目的是这样子 要那些渔民 懂得回向 就叫将来 为了他们将来着想 然后为他们的下一代 佛教虽然不杀生 但是还有轻重之分 尤其杀生 有杀心与杀心的分别 渔民捕鱼 是为了维持生活 并没有杀的意念 就好像我们人死后 我们火葬 一把火 尸体上的寄生虫都烧死了 甚至连木材里面的寄生虫 也无法直灭 只要我们没有杀的意识 就是没有杀的心 如此重有罪过 也会比较轻 而且只要诚心参理 还是可以得救的 因此我们人的修养 纵然有杀生的行为 也不要有杀生的心意 这个动机心 刚才Andy所讲 这个动机心是很重要的 纵然杀害 伤害悟命的行为 更要对不小心杀害之生命 升起惭愧之心 为之甚深忏悔 这是佛教阶列的根本精神 就像法师讲过 我们不要以称恨的心 我们不要以那种杀了过后 有那种欢喜的心来杀 就那个罪业没有这样重 佛教主张持戒 戒的根本精神是不侵犯 也就是尊重 一般说受戒容易持戒难 然而难并不代表完全不能 因为五戒可以全部受持 也可以随分受持 大支都人说戒有五种 从不杀到不饮酒 你若受一戒 就是一分优婆 是优婆一 你受两戒三戒 是名叫少分优婆戒 优婆一 四个戒都受呢 你就是多分优婆一 你五个戒都受满呢 就是满分优婆一 你看我们去受戒那一天 所以要求 受五戒的时候 要在誓言里面 从第一天到第二天 我刚才知道 我们有些时候去受戒的 你受到一个兴趣 只要你第一天 你不能来的话 你第二天也不必来的 因为第一天是寂寞 就告诉你 这个戒是什么什么重要的 你第一天没有听到 就第二天也不必来了 所以你看 你们去受五戒 当天 你们就真的就是一个 虽然只有那两天吧 你也是两天的满分 游婆舍游婆一 他于此分钟 亦受何分 常随意受之 甚至经典里面有说 我们要受一年的五戒也可以 要受三天的五戒也可以 受十年的五戒也可以 你可以去舍戒的 舍了你就不用背这个五戒 守住了 你觉得戒是束缚你的话 由此可见 在家居是人人都可以 就自己的情况 选择自己 亦受持的一戒 两戒 乃至三戒 四戒 精进受持 渐渐达到五戒圆满 不能一起 一下子 受五个戒的 先受一个 不邪淫戒 最容易受的 不杀生戒 虽然有的时候 这些小小的昆虫 什么你觉得 你受的不严满 也不觉得 哎呀 我受的不会严满 我不要受 就不要受了 就受其他的了 不妄语 不偷盗 我相信 很少人会 真正的去偷盗吧 工作 除了提供生活所需之外 也是奉献服务 广结善严的最好修行 自利利他 因此不要 不但要从事正当的职业 而且应该具备正确的观念 即所谓的职业道德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现在要去找工作做 我们要注意守几个职业道德 我们要有因果的观念 我们不要去公务之变 而贪污 乍取 假工 技师 收受贿赌 抢取豪多 威胁利诱等 凡有所得 细数归功 一师不公 这个对于公务员来讲 要有因知道英国 不要假工技师 以你的权力 你的地位 你的权力 而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东西 让有忍耐的力量 受到责备 不要抱怨 遇到难题 不要推诿 这个我不能 不能做的 就不要做 我们要认扰 认怨 有了忍耐的力量 才能担当和负责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 让人家可以依靠的 让人家可以信任的 不要让人家丢了一样工作 给你 一直要去 要去追问 要去检查 你到底有没有做 你到底做到怎样了 什么的 那个就是 不是很理想了 要有敬业的精神 在工作中 要认真负责 要乐在其中 意识不推脱 不以魔人为乐 魔人就是说 一直给人家难题 鸡蛋你挑骨头 你就觉得 哎呀很高兴 给一些难题 人家做 要给人方便 给人服务 你就是敬业 敬你的 你的敬业 尊敬你所 做的那个工作 要有感恩的美德 凡是感恩 要感谢老板 提供你工作机会 要感谢同事 你的下属 帮助我们工作等等 有了感恩的心 不论多忙多累 都会欢喜的去做 每天一张开眼睛 就觉得 哎哟 很想要去做工 那个公司的环境很不好 老板又整天针对我 同事整天针对我 就根本都不想要去做工 OK 因此我们发心学佛以后 除了受持境界外 更需要一步在日常生活中 广修善业 要以霸正道为生活的准事 霸正道就是震荡的见解 震荡的思维 震荡的语言 震荡的自业 震荡的生活 震荡的禅丁 震荡的意念 震荡的努力 以这个霸正道来 在日常生活里面 使得这个霸正道来生活 就没有问题的 这个就是我们 在这个人间佛教里面 我们要有这个服务奉献 是他两立的这个精神 OK 我们讲完了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第四个 觉得终极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要完成我们这个人格 来圆满我们的菩提道 自古以来世界伟大人格的养成 大多数在宗教中完成 所以我们在讲 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 他不会坏到哪里去的 我们以持着这一句 学佛的孩子是不会坏的 甚至各种艺术文艺创作都 也都因宗教而登峰造极 你看有很多 那个艺术文艺 我们有一个法师 有些法师 他们把这些佛法 放在他们的书法里面 可以把这一个佛法 把它推到 很普遍的 让人能够都接受 有些那个喜欢书法的 喜欢画画的 一个提成法师 信仰法师 他们的书法都非常的好 这个艺术 都是因为这个宗教 这个佛法 把这个艺术推广到更好 好像我们有认识一个 把那个心经啊什么 写在石头上面的 对吗 这个艺术 就因为这个宗教 而登峰教 就是去到很高的境界 这样子了 宗教辉煌了人类的文明史 也提升了人类的素质 宗教之所能够 前方位的培养人格 高贵姓名 就在以戒律的 自定于此手 在那个人 此界清不清净 肯不肯受戒 世界上各个宗教的信徒 都有其因此的戒律 宗教的戒律 讲究修身做人 佛教认为 把人做好 修身完成 才能够进一步 开发内心的光明智慧 真无最高的真理 因此一个佛教徒 归一三宝以后 都应该进一步求受 进一步求受境界 因为戒是学佛 做人的根本 除了归一三宝之后 我们要鼓励你们去 受戒 受戒 我最近跟亚美老师 谈起了这个世界 我昨晚去看了这个世界 一个1956年 拍的一个戏 你们有机会你们去看 虽然当时那个技术 不是很好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我才读中学吧 1956年 中学是小学 我直接带我去看的 220分钟的戏 就讲这个摩西的 是基督教的 我们去看 不错的 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都已经在讲这个戒律了 每一个宗教都有他们的戒的 不是只有我们佛教 我们的戒律 都是让我们修身做好 我在看这个戏的时候 这个摩西把这个 犹太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 你看 他只是 每个人只是相信他 他说他们的上帝 承诺了一个美好的地方 让他们去 但是从他把这些努力 这些犹太人从埃及带出来 经过那些苦难 很多人都到后来都受不了 都对这个摩西失去了信心 然后就 重回了他们以前的那些习气 现在叫神的 鬼神的习气 所以我觉得 我看了这套戏 我觉得真的 好像圣经法师 跟这个 信念法师 他们讲的不错 先要成佛 就要把人格先做好 把自己的心先清静 不受外境影响 我们才能够走得更远 佛教的戒律中 五戒 一如假的 五常有相通之处 五常就是 仁义 理智信 若以五戒 配这个五常 不杀身就是人 不投戒就是义 我们讲义气 我不会偷你的东西 不谐音就是理 大家以理相待 不忘你就是信 不戏毒 不喝酒 就是有智慧 不会破我们这里的智慧 你看我们这个五戒 跟五常 儒家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这个很基本的道德 在佛者的道德标准里面 以五戒十三的规范 来健全我们的人格 以圣贤 记事立人的胸怀 生活我们的道德 就是我们讲的 去到这个圣人和贤人的 那个阶段 我们就是要度众生的 那个去到那个阶段 我们就把我们的 这个道德 就提升的更高了 然后我们就修到 有菩萨的这个 波也智慧 波也空会的真理 我们明心见心的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们在做什么 所以你看我们这 学佛有一个次第的 因此凡处于 立众的悲心 立众的悲心 就立众生的悲心 就是拔别人的苦的 且不违背 世间理法和菩萨 饶育友情的 大乘精神 都是我们完成人格 圆满菩提的资料 例如我们不思结缘 我们不念旧恶 我们守护我们的六根 但是我们也要全巧方便 不要说听到就好 看到就好 我什么都不管 我守紧紧 我这个六根 但是我们也有点全巧方便 立乐友情 普通供养 世恩总报 尊重包容 心意柔和 爱与赞叹 守护正念等等 这些都是具足佛教 善美境界的道德标准来的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做的应该要遵守的 一种道德标准来的 此外我们要学习佛菩萨的大慈大悲 大志大怨大恨 发菩提心 不舍弃五逆十二众生的救度 虽然那个人很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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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菩萨从来没有舍弃任何一个众生 这就是佛教最究竟圆满的道德 也是我们应该奉行的菩萨戒法 由于佛教的借律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要求 属于自律 因为是自发心的遵守 皆归乃至自发心的发入忏悔 我们自己发心要守戒 我们自己 自己 自己想要 知道做错了 要发入就要去忏悔 因此我们就能够进化 从心灵的进化 来提升我们的人格 所以一个国家 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守戒 家庭就有规范 社会也就有法治 因此 面对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乱象重生 法律的制裁虽然能 统合于一死 有个人怕被抓 只是一死罢了 但是不能够杜绝犯罪于永远 不能的 永远都有人会犯罪的 唯有持守佛教的戒律 体现我们持心不犯 以法设中 以律自治 自己要自律 因果不爽 我们相信这个因果 一定是有的 忏悔清净 这些教义 我们要去了解 我们的佛教这些 我们都要了解 佛教的 才能够确实改善 整个社会风气 这是人间佛教 者无旁贷的使命 接下来的就是 人间佛教 就是要成就这个 人间净土 这个人间佛教的界鞋 我们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大家再来分享 讨论一下 好 整个社会 也大概讲完了 那么有什么问题 想要问呢 或者里面的内容 有不知不小的 想要更加强的 可以发问 好 来 阿妍 Dr. 老师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Dr. 刚才提到那个 当我们在守戒 可以是 先守 一个戒 或者是两个戒 比如说Dr. 是说比如 哪一个 就是守一个戒 是不偷盗了 比如说 如果自己 做自己的风拙 就是九点到五点 然后在工作的时间当中 自己打开 一些 那个 电话 看一些 一些 比如说是 世界那些新闻 所发生的 然后又在 工作上 是看 就是很细的 就是说在工作上 虽然是自己的工作 但是有守这个戒 又在office hour里面 去看这些事 会不会已经 是已经 犯了这个 头道 如果你是老板 可能 你是老板 有什么分别呢 老板没有关系 老板没有关系 如果是功能 是不可以的 偷别人的时间 来做自己的事 是穿窃的 好像有些 现在他这边 是针对那些火器 不会是针对老板 这个不是针对老板 老板可以的 你可以 10点11点 唱班 没有人可以管 因为你 你只要掌控的好 就好了 我只是说 就是刚才 doctor有提到 最后那两行那边 是说 讲自律 就是自律 我们自己知道了 不知道还讲 知道了 我们还讲 好像 自律是好的 你做一个好榜样 给你那个眼睛 看 真的 你自己不做好 你的伙计也一样 但是伙计也不可以讲你 因为他是伙计 是老板 但是你要做一个好榜样 那么你觉得 你做得那么好的一个老板 你觉得你的伙计敢偷懒吗 敢吗 这以身作则 那是最重要的 但是他也 你这样做 他也不讲你 他也不可以讲你 因为你是老板 但是 这是好像老师讲的 我们要以身作则 我做了33年的工 从我打工 到我自己做老板 我从来没有迟到早退的 我现在是我迟进 我早退 但是我set了我的aburment 我就是照做我的aburment 我做完了 我才回的 明白吗 我从打工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说 做一些 我身为员工 或者是身为老板 不该做的 我身为老板 我做一个好榜样 给我的国旗看 这个是很重要 智力 中存 那我其实要延伸 那个 Yan所说的 就是说 假如说是员工 他们在做工那一方面 假如说 那时候他真的是 没东西做 那在那个当下 他做一些 不是工作范围的事情的话 那也属于偷盗吗 老师 是 偷了老板的时间 是偷盗 你可能没有东西做的吗 你没有可能没有东西做的 你可以做一些东西 但是如果当你 跟人家拿人家的薪水 然后你又拿人家的时间 拿你工作的时间 去做你自己喜好东西 其实你是在欠着 某些公司的时间 然后你就在 其实是不对的 你偷到 偷别人的时间 这个是不对的 但是现在很难 现在我觉得很多现在的员工 都是 是比较不同了的 时代 但是他们因为不懂 但是懂的人 我们都不要这么做 你没有邪佛你说不懂 你邪佛你应该知道 这个是老板的时间 我不要去欠人家时间 这样子了 老板也是 也不要侵犯到员工的时间 如果你员工帮你做了 你一样两项对的 如果你以为说 工人就要这样 我们做老板也是一样 我们不能够 用到本来应该放工 都不给他放工 也不加薪 这事也不对 OK Dr.来 你要讲什么 没有 好 请先 老师 Dr. Tim 我要问的是问题 现在你知道 我们很多工作 都是好像 in flexi 我一直说 他们可以work from home 或者是有些人的时间 可以比较 比较有flexible那种的工作 那么又怎样 有些公司是说 总而言之 我给你的工作 你要把它做完 不管你是怎样 用什么时间 你就算是 在你工作的范围时间里面 如果是 关门不通 如果是你在你的范围里面 你可以做完它 要不然 可能你真的有什么东西 你总而言之 你要把你的工作做完 这个又要怎样来 大概你老板已经规定了了吗 你老板都已经讲了出来 哎哟 他已经讲了出来 你就跟着他做就对了 老板所设计的这种方法 那也许就是给大家方便 那也OK的 本来是三个小时可以做完的工 你很精灵 你两个小时可以完成他的工作 他老板可以接受就可以了 而不是拿那个时间来做自己的事 而且把工作放下就不可以 所以这样是没有犯解的 如果老板已经规定 你只要在时间内怎样 其实尤其是在MCO的当下 在Work from Home 很多人就蹊跷的 拿了老板的时间 其实自己要自立 意思是借就是要自立 你这样做老板你不懂 但是你到底对得起你自己呢 那你就继续 对吗 但是今天你所带出的这课题 是没有犯解的 因为你的老板许可之下 许可之下就OK了 好 好 来 就是老师说 他老板已经讲清楚了 对 你只要把工作做好就可以了 对 大概是规定时间之内 另外一个我是想说的 比较容易犯解的是 做Sales了 对不起了 好 到现在 第一个 老师 老师我想问他 就是说我们偷到公司的时间 什么 我们多给他 他会欠我们的 但是老板就放街了 放老板 老板欠你的 老板欠你下一次 你就要他就要为你做你做马了 好像我的经验是 就是Work from Home 还是Flexi hour 就是 我想想 No time No time 就是any time 他可以半夜11点 打来WhatsApp给你 那老板就对了 但是他可以 他有礼拜 因为他觉得no time 就是any time 所以我们这个借励 其实工作的借励 不是针对本工人 也针对老板 如果老板给了一点钱 他要你做十个小时 二个小时 不加 不给你 advance 多一的钱 其实老板是欠你的时间 欠你的钱财 那一样是他的问题咯 然后去跟另外一个公司又做 这个其实是不对的 在原理上是不可以的 一定放解的 这个 在法律上也是不对的 你被抓到的我们叫做moonlighting 你在这个圈圈 完蛋了 他可以告你的哦 你的老板抓到你拿到兴许做别人的工 在法律上你是不对的 对 你的老板可以抓你的 可以可以可以 告你的 moonlighting OK 阿燕 Doctor 老师 看我在想哦 像我们 一些做老板 听不到了 因为你的麦不好 你关掉你的video 要做很多还给他 做牛 做马 会不会 怎样呢 怎么讲过 经我们都有念过啊 其实是真的啊 经典啊 哪一部经啊 地藏节哪里有经 那个 梁黄宝燊也讲过 梁黄宝燊也讲过 用别人的力 将来我们会投身为大象 真的 你用人家的劳力 你没有给他酬劳 将来会投身为大象 那梁黄宝燊讲的 所以不给要怎么善用 OK 来 我们把这个时间 再交给 Dr. Jin 最后一题了 把这第一组的 把他讨论完了 下一组就第二组了 来 Dr. Jin 回到我们的组 Apple来了 人只能在逆境中修行 谈谈 不一定啊 逆境时已经很苦了 那你还会想到修行 不一定啦 不一定也不是绝对性啦 有些是真的逆境 来加下我不讲 你们再谈下去 到时候不一定 因为逆境都很苦了 哪里还会修行 是对的 很多人就面对这样的问题 OK 来 虽然说在逆境 修行会胜过 在条件好的生活上 但是我觉得 愿力才是最重要 过去修得很好 今世富贵了 如果没有愿力的推动 只会享福 也不会想到要修行 谢谢 哪里 老师 你好 OK 我的答案就是 如果人只是在 遇到困难的时候 再选择修行 在我看来 看来不一定 因为我持安逸 生活的人也会修行 只要因缘居足 嗯 OK 这个是我的答案 好 OK 再 好 我的答案是 平时不少想临时抱佛脚的态度 如果生活安稳順利的话 就很容易忘记修佛法 修学佛法的重要性 但如果需要佛的保佑的时候 就会马上去求佛 拜佛 然后来加持 然后静静修学 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这是我的答案 谢谢 OK 这个是我的答案 其他的问题是说 人可能在逆境中修行 其实也不是说只能 只是说在逆境中比较好 还是比较容易修行 因为在逆境中呢 它是 其实这个在修行中 它是一个真方言 因为在这个逆言 会激发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知识 然后其实也是可以 以我们的忍辱 就当作是来磨练我们 来考验我们 然后就 跟着我们比较成熟跟理智 那么在这个当时呢 想是说我们知道了 这个是一个神灭的道理 然后逆境是完善的 会过去的 所以我们就只能挺聚自己 在逆境中就 比较奋定的人 就能感动 命运 扭岸荒名又一村 换个角度看事情 其实也不是这么的逆境 所以就不容易被这个逆境打败 而跌倒 这是我的答案 谢谢 马云 对不起 我这边的LINE好像有很差 刚才Doctor和老师讲的 我都听不到 已经 这边 我在读我的答案 不知道中间会有声音吗 我的答案是 自己在逆境当中 特别在苦苦的对境当中 身心闭脑的时候 未必能够把握到自己 能够有一定的力量 秀得好 身心上当然会消耗很多能量 秀的程度也会缓慢 修复的时间 可能会延长 自己需要一些时间 去 勇敢的去面对 完省 忏悔 努力修行 改正 谨慎 不敢再重犯同样的错误 在顺境当中 就更加会想到 更加要修行 因为会想自己全身 已经有了这个善根 而懂得修行 所以呢 有机会 能够感到 今生有这些安育的生活 和这个顺炎 所以更加要去的努力 和生生增长 希望修得一生比一生好 一直到自不提 大家晚上好 莫学觉得是可以的 当面对逆境的时候呢 会提起信念去修行 祈求佛菩萨的加持 集结着三把的力量 可以加强我们自己的信念 去面对逆境 谢谢 太苦或者是太安逸 都会比较难修行 就好像第一道的众生 他们太苦了 所以也很难修行 所以我们在天道呢 就太过享受 在人道有时 我们也是会有感受到这种 第一道的生活 第一就好像在非洲 还是那些很难找次的 或者天道就是那些 比较生活很好 没有优势 没有利的那些生活 所以呢 在逆境的时候呢 或者是在人道也是最好修行的方法 或者是地方 谢谢 谢谢 我的答案是通常在逆境中 会想要处理 就会想要休息 就因为有苦 不想在苦里轮转 能从苦转出来 就不苦了 谢谢 谢谢 我的答案是 我们必须清楚知道 既认可 这些都是自己应该承担的 是多身或亲身所造下的 以平常心去看待 不会有点都是逆境的 因为 一切都是无常 都会成为过去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这个几个主言里面所发表的答案 就是 我在想啦 我们就觉得 在这个逆境中能够修行 因为我们了解了苦什么什么 最基本的原因就是 可是我觉得我们在懂了佛法之后 我们才有这一个信念 不懂佛法的时候 逆境的时候 在怨天怨地 怎么样去行 不懂得去修了 然后你讲 顺境就会比较容易修行吗 也 也不是一个 100%的啦 有的人顺境就会只是 在享受他的顺境 有的时候顺境呢 就想叫心灵空虚了 然后遇到一个三十四跟他讲了 也是因缘具足了 就去 修行了 也有这个 可能性了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来公开给其他的师兄们 对 其他的师兄 你们对一个课题 人只能 只能 这句话 在逆境修行吗 谈谈 只能吗 到底是 这个东西没有一定的答案的 就看你怎么去看待 好 来 其他的主言 有没有讨论到这个问题吗 来 Andy 可以 我 我倒是跟Dr. Chin的答案很相似 那 也不是绝对 不过呢 当然 当然是说 大多数啦 在顺境的时候 他们就会享受他们的孙敬佛 所带给他们的舒适了 那在我们在修行当中呢 一定要有所 有一点苦 不过 你不能是100%绝对的苦 比如说 在一个 就好像有些师兄说 在这些没得吃的地方 他们连吃 连生活都成问题 他哪里还有心去修行呢 所以说 在我们修行当中呢 逆境 所谓的逆境 也不是 不能是绝对的一个逆境啦 那才可以 大多数都是 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中 才可以修行 Ok 还有其他的师兄 其他的主言生 讨论这个问题的 你们 你们认为啦 谈谈 我们只能在逆境中修行 当然真正的修行 不一定在逆境中才能修行 顺境的话 你记住的福德 记住了因缘 记住了一个 要想脱离的心 你也会进入修行的 所以是 人人都可以修行 不管是逆境 顺境 都是一种修行 在顺境中 也会感恩的心去修行 去协助 发更大的菩提心 去帮助更多的人 在逆境中 在逆境中的时候 只要聊苦 就快快要从逆境之中 而解脱这个逆境 所以修行的这个定义 不在于说 一定要是顺境和逆境 不过在老师的手上 很多都是遇到了逆境之后 来找我 然后就鼓励他们修行 所以我就说 逆境的修行 比较容易度他们进去 顺境的话 你跟他讲修行很难 好 来还有其他的师兄 想给答案吗 或者你们想要分享一下 你们主研所讨论的这个课题吗 不要客气 没有了 大方你那边几点了 迟了 这边差不多12点了 比你们迟两个小时 12点多 12点半 不要紧 如果是 还有啊 有其他的吗 如果没有 没有我们就回向了 艾比 来 阿贝 阿贝 老师 怎样讲 意思讲 在逆境中 有很多智慧 反而 在逆境当中 能够 成长出来 就是 他有一个转化的 有转化的人力 他有转化的能力 然后我们可以称为是 逆 真 上游 对 就是讲 很多智慧 他会从我们的逆境生活中 成长出来 给我们领悟到东西上 可以这么说 所以你的认为就是说 逆境中修行 会来得更加 能够增长 增上盐 能够让你的智慧更开脱出来 是没错的 这个很多人都会认同 当你遇到瓶颈 遇到逆境的时候 你只要遇到 你要很有大的福德 遇到一些三知识 给你指引 然后先把你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说 在布施上面 无畏施也是很重要 无畏施也就是说 你去帮助一些 所有的布施 都是帮助一些 进入了逆境之后 然后带他们 带他们离开这个困境的话 对于他们来讲 只要遇到 也要看因缘 你说你没有办法遇到 一个三知识 当那个你在逆境的时候 把你拉出来的话 你有时候就陷入其景气了 但是对于我们修学的人 我是说 我们已经知道 修学的重要性 不管顺境和逆境 都是一个因缘 当你身心因果 身心因缘的话 你不管在逆境 顺境之中 你都应该要修行 那逆境当中 然后怎么讲 在于我们处在 那个顺境中 我们修我们就是修行 要修我们的那个 无贪吃 因为在顺境中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利益 然后在那边 我们要修我们的 不要贪 不要贪 不要吃 那么我们就 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 无贵 对 对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顺真上言 顺境是 顺真上言 就是一句 不要太放逸 在顺境的时候 安逸的不要太放逸就对了 修行了 不管顺境逆境都好 我们找一个中庸点 怎么的 二的逆境的会过的 还有顺境也会过的 都是无常观 无常空观 你就会觉得 就是修行人 修行人 这不恐惧任何的 不恐惧任何的 所谓的逆境 也不因为是 自主到 哇 这个放逸在我们的顺境的 我们都是很奇怪 就是如如如不动 中庸的看待 好也好 没有好也好 可以也好 不可以也好 不极端的 都是比较中庸 那才是正式的修行人 明白吗 也不用特高兴 也不用特悲伤 很多东西都有因有缘 这样子的心态 来看待修行 就可以修得很好的生活 好 如果时间到 我们就来做回乡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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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佛友们 谢谢 端午节吉祥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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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